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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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中国道协考虑到 希望更多我们台湾的道界的高到大的 能够大家共同来参与 所以由子南宫来做这一次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承办的动作 在此也感谢大家回来子南宫 今天的一个程序上面来讲 第一个程序也就是我们的祈福大会 相信最重要的我们道界来讲 就是能够如何祈求世界和平 两岸和谐 经济繁荣发展 风调雨顺 活泰平安 我想也是我们在这里最初最初的一个初衷 同时啊 在李宗的无争道场 李宗主张的是无争 就跟道主主张的无为不争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 是不妄为 利他之为 妄我之为 不争 唯其不争 故天下莫人之争 因此 在李宗的无争的道场 在这里我们齐聚一堂 来禀报上场 来祈求上场 也让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底就在道教 希望道教能够共同兼部起 能够为现代的人类啊 现代的世界 进出相当的这个贡献 同时啊 在今天的盛会啊 也感恩大家 我跟大家报告 台会啊 在我们程序到完成之后 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在存阳宝店 这个位置叫存阳宝店 也是我们李宗的本店 在之前啊 我们有一个改善工程啊 进行了一年半 因为一百二十九年 李宗的这个道场 今年进入一百二十九年 有一些比较老旧的 我们的灾堂 我们的厨房 以及我们信主回到指南宫 在大家能够休息的一个 这个位置啊 事实上很难使用 所以也得到我们王院长的一个爱护啊 以及我们全体 我们善性的努力啊 今天啊 待会我们共同为我们旅立心经 以及妙心亚圈 来进行简采跟节目 在这个位置 旅立心经它的一个含义啊 也就是将旅主的内涵 希望大家来祈求的同时 也表现出旅主内涵的一个教育性 心经当中有三十六者 以心治心 当中我举两个部分来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以老老心啊 治不孝心 就是每个人都会老 今天我们会老的同时 要考虑到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尊长 我们自己的父母 进到这个孝道 反省 同时啊 以妻女心啊 治奸淫心 要做坏事情之前啊 要考虑假如说对方是你的妻子 是你的儿女啊 这个坏事你可不可以做 所以待会接目的旅立心经的同时啊 希望我们的来到指南宫 参拜的贵宾 善信经过一次 就看一次 记一条 想一条 同时这个妙心亚圈 也是我们日后 让我们信徒能够 做一个喝喝茶 大家休息的位置 妙来讲 是取道德经的第一章 这个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那个五庙子 因为女主也是庙道天尊 那个庙 心也就是女帝心经的心 雅 就是高雅 大家进来这里 就是将优质的东华文化 大家有礼貌 大家互相 互敬 互谅 互爱 宣来讲 就是有短墙的小房子 所以 位置虽然不大 但是他含义很深刻 这一点也同时在这个机会 我们待会也进行这个地方的一个剪彩跟节目 再次 再次请代表我们此团公管理员会 来欢迎大家 因为场地有限 在座位安排 以及我们在 待会 周五用餐的这个时间 是在我们大雄宝殿 用宿斋 场地之后还不够完善 然后下午的这个座堂会 也因为场地上面来讲 我们分楼上楼下 大家楼上可以进行这个座谈 同时楼下 也让大家能够聊一聊 大家做一做 互相交换的意见 也希望 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在我们 黄国社顾问的这个餐厅 你在那边设备比较好 所以我不敢再留大家在指南 我们就前进到这个景美 这个景亮点餐厅 来进行这个晚餐跟这个晚会 在此也谢谢大家 也祝福我们各位 我们这么远回来到指南山的各位 这个我们公冠庙堂 大家我们的齐心努力 同时啊 庙务昌盛 大家繁荣发展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以及未来新的一年 戊序年 大家一切平安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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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